又來到清明祭祖的時間 在外工作的民眾 也紛紛回到故鄉整理墓園 不過在台東南語 亞美族人的傳統文化 沒有立碑的習俗 族人表示 南語祭祖的時間 約在國立11月份 不是現在國家訂的4月份 清明連續假期 南語的學生表示 虽然很高興放假 但對南語族人沒有意義 認為如果可以制定 個別族群紀念祖先的日子 會更好 是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們這裡 沒有說什麼掃墓的 我們就是都不能 接近墓 何況是掃墓 清明節根本就不是 我們的節慶 我寧願放在我們 自己拜祖先的節慶上面 南語亞美族人 至今還維持 傳統祭祀祖先的方式 不會到安葬祖先的地方追念 而是會準備芋頭 肉等物品前往部落的攤頭 紀念祖先 不到墓地掃墓 要讓祖先安靜的在被安葬的地方 不被打擾 記者下門一代盛台東來與採訪八道